拜登說習近平正為經濟手忙腳亂 無力攻台 拜登印太之行偏愛印度、越南 分析說美國開始印太戰略大調整 中共潛艇黃海出事再受關注 全官兵家屬說親人應該回來沒回來 全世界中國古典舞大賽落幕 十二人摘金 歷屆金獎得主精彩獻記 G20峰會結束後 拜登抵達越南進行為期兩日訪問 10日在行內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 拜登多次提到中國經濟疲遠 他表示中國經濟受外部需求疲遠 以及國內政策而陷入危機 拜登說從觀察來看 習在忙於疲遠的經濟 特別是青年失業率上升的問題 中國經濟的一項主要產業 房地產正在搖搖欲墜 拜登表示 由於一系列原因 中國目前面臨著棘手的經濟問題 這些與中共所遵循的政策有關 拜登認為經濟下滑不會導致中共 試圖改變台灣現狀 同時他不認為經濟問題會導致中共 挺而走險入侵台灣 拜登說 思緒相正好相反 他可能沒有以前這樣的能力 今次習近平缺席G20峰會 由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強代替出席 拜登在記者會上回應案媒提問時表示 我的團隊 我的工作人員 仍然同集的人和他的內閣會面 我今天在印度會見了他的二號人物 即是李強 拜登與他討論了有關地區穩定 和南半球等議題 雙方的會談沒有任何對抗性 彭博社引述拜登政府 一名高層官員的話表示 拜登與李強只有短暫交流 誰採取主動不清楚 不過對拜登與李強的會面 中共秘而不宣 引發猜測 拜登還表示他不想壓制中國 他真誠地希望改善美中關係 但北京正開始改變貿易 和其他方面的遊戲規則 美國總統拜登今次前往印度 出席G20首怒峰會 外界注意到 拜登今次印太之行的主要目標國家明確 就是印度和越南 拜登少了提前一天到達印度 在出席G20峰會前 8日拜登馬上與印度總理莫迪 在總理府舉行首腦會談 美聯社報道稱 拜登與莫迪為了深耕美印關係 非常慷慨地投入大量寶貴時間 通常兩國首腦雙邊會談前 在開場時容許記者 聽取初步發言和拍照 並提出一些問題 但今次記者使如此被完全拒於門外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 曾於拜登出發前往印度時 對傳媒提及美印首腦會談 他說今次會晤將在總理官邸舉行 是不同尋常 不是一次通常意義上對印度的雙邊訪問 會後拜登、莫迪高調讚揚兩國之間鞏固而持久的夥伴關係 根據美印發布的聯合聲明 兩國政府在它全球議程的所有層面 繼續令印美戰略夥伴關係發生根本性轉變 法新社報道 應用兩國領導人幾乎形影不離 G20還未正式開幕 莫迪在8日高調放眼未來 稱期待明年再次接待美國總統參加四方會議 兩國領導人再次強調 自由、民主、人權、包容、多元化 和所有公民機會均等的共同價值觀 對於我們各國享有的成功 至關重要 這些價值觀加強了我們的關係 聲明還支持自由和開放的印太地區 憲制中共在該地區野心的意圖明確 拜登明確表示美國支持印度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外界分析指出 在經濟以及地緣外交政治上 美國扶持印度替代中國意圖越來越清晰 雖然在基礎設施、人材、環境等方面 印度存在不足 但隨著全球供應鏈重組加速 印度的人口紅利、投資潛力等方面 外資企業氣中轉印成基本趨勢 今年4月 蘋果在印度首間直銷店開幕 CEO傅克正難掩興奮之情 大賺印度正處於轉捏點 CNBC報導 標普的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 比斯沃斯在亞太石油會議 APEC上表示 指望未來10年 預計亞太地區將會成為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 它的主要亮點包括印度、越南、印尼和菲律賓 分析指拜登、莫迪閉門會談 主題小不了推進印度、打開新報局 成為未來10年全球不可錯過的重要市場 結束印度的G20峰會後 拜登9月10日抵達越南首都河內訪問 拜登在歡迎儀式上表示 越南和美國是一個非常關鍵時刻的 眾議合作夥伴 兩國有望為未來幾十年的印太局勢奠定基礎 越共總書院副仲則表示 今次會晤為擴大雙邊關係提供了絕佳機會 並感謝拜登總統向他發出訪問華盛頓的邀請 美聯社引述拜登的一名高級顧問表示 越南正將與美國的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夥伴 這代表了越南最高級別的國際夥伴關係 這意味著在現有的全面夥伴關係框架上連升兩級 另外隨同拜登到訪越南的有國務卿布林肯和谷歌 英特爾、波音公司等眾多商界高層 拜登強調美國透過越南將深化在關鍵和新興科技領域的合作 尤其是打造更具人性的半導體供應鏈 路透社10號引述消息人士披露 雙方的投資議題將罕見涉及晶片加工、培訓和稀土開發等兩項重點 外界智島、克逢美歐等國尋求替代中國供應鏈時 越南藉此提升對美關係 不失為致力於取代中國出口貿易之舉 美國正在全面與印度、越南等國 展開取代中國市場的關鍵一步 美國華盛頓戰狼史丁生中心東南亞項目主任艾勒 之前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表示 拜登選擇在G20峰會後立即到訪越南 顯示美國希望透過活躍對越雙邊關係 壓制北京在印太地區的擴張 美國大幅度提升與中共關係良好的越南之間的關係 無可避免地令中共感到恐慌 路透社引用外交官說 在拜登總統離開河內後 中共高級官員甚至包括國家主席習近平 預計會在短期內訪問越南 9月8日 美國駐日本大使伊曼紐爾 出人意料地公開在Twitter上關注李尚福的下落 他取笑地說 習近平的內閣陣容就像克里斯蒂的小說 《無人生還》 先是外交部長秦剛 又是火箭軍司令員 現在是國防部長李尚福 獨立評論人蔡盛坤 曾於9月7日在Twitter發文說 收到未經證實的消息 新上任的國防部長李尚福 因涉嫌貪腐和嚴重違紀被調查 近期中國局勢信息慢變 通常十幾年 幾十年才可能發生的動盪事件 在過往的兩三個月中在中國上演 美國似乎掌握了其中內情 但又不方便說 於是拜登、駐日大使 以各自的方式 向外界傳遞出這些緊迫的信息 日本大使伊曼紐爾的推文 只提到中共軍隊近期的一個敏感點 近日中共黨媒一篇報道 似乎在暗示發生了危及軍人生命安全的大事 《人民日報》8月30日報道 特別提到經習近平主席批准 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 在28日至29日召開全軍裝備質量工作會議 這篇報道傳聞不夠500字 13次提到裝備的質量 張又俠還罕見強調 對官兵生命負責的態度 將裝備質量搞上去 張又俠提到的官兵生命似乎有所指向 被解讀為默認發生了全民的潛艇事故 以及造成重大人員損失 8月21日 網上聖傳共軍一手093型核動力潛艇 在台海發生意外 時隔10日後 31日中共國防部發言人吳謙 在禮行記者會上首度回應 聲稱相關消息純屬謠言 但最近多個渠道再傳消息 093型核潛艇的確出事 因為爆炸沉沒 上報9月8日報道 原本應該在8月底回到基地 今月即9月初 正常休假的艦上官兵 遲遲沒有回家 家屬在等不到人的情況下 四處打探才令風聲開始走漏 報道說 相關方面傳出消息 直指8月20日確實發生潛艇演練爆製意外 導致上百名官兵罹難 事故船艦為北部戰區長征15號艇 延號418 出事地點並非外存的台灣海峽 夜黃海附近 報道提到北京方面亦陸續傳出風聲 軍隊內部已展開舊窄 證紹之一是 將友俠授命主持全軍裝備會議 還特別強調對官兵生命負責 另據自由時報報道 在傳聞的中共潛艇事故發生後 美軍一架編號6414831的WC-135核偵察機 曾迫近中國華東沿海 中途多次關閉顯示自身航跡系統 因此出現三段航跡 始於山東青島外海 接著往下飛入東海 網傳潛艇出事地點不謀而合 WC-135核偵察機 是美軍用於空中收集核武器爆炸後 相關資訊的機種 民眾氣稱主動幫中國測量輻射 有知情人士透露 軍隊發生類似事故 為保密通常不會立即救責 但事後勢必做出處置 所以北部戰區海軍司令員王大中 是否因為其他理由 無異動或情處 可以作為重要觀察指標之一 第十屆新唐人中國古典舞大賽 9月10日 在紐約州柏特斯學院表演藝術中心落幕 最終決出12名不同組別的金獎得主 在四天角座中 選手通過一個個舞劇 將人物刻畫得唯妙唯肖 以行雲流水般的舞步 翻跳魚飛的技巧動作組合 進展中國古典舞的美 令觀眾深受震撼 我愛不僅僅舞的舞蹈 但並且並且意味著舞蹈 真的 因為我感覺到 我沒有看到在我的生命 而且我愛 他的身法和動作 你看上去就女子更加柔美 男子更加陽剛的那種感覺 我只有半個中國人 我生在美國 所以我以為這類似乎 我能看到真正的中國文化 這類似乎是非常有意義的 今屆大賽的規模 是歷界之序 140位選手經過四天的激烈角逐 最終共有51名選手獲獎 包括金獎12名 銀獎10名 銅獎13名 以及優秀獎16名 大賽說直唱 I still have so much to learn I feel like you can never I'll never be able to grasp the full meaning and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because the history is too long 大賽落幕的重頭戲 還包括歷界大賽中 15位金獎得主同台獻記 帶來由神穩藝術團 藝術總監DF先生 親自傳授 失傳已久的身發絕技 身大手 跨大腿 現場報議熱烈的掌聲 將氣氛推上高峰 今日的紀元頭條就到此為止 多謝收看 守護真相永不放棄 再請大家訂閱我們的Patreon 你的支持可以幫助我們的Channel 繼續營運下去 我是雪兒 明天見 你呢